怎知一試一領,車飛得很快 教練就看到領得太大力,太有經驗就知道車衝了出去 但轉到第三個彎之後,我開始緊張平衡不了 一起就撞到雪糕桶上,嚇了教練一跳 我一開始就能夠用7秒以上去行這150米 一去到教練就叫我戴頭盔上車 我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你看到我站在這裡 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機車,我不知道整個扣戶是怎樣 我又不知道煞車在哪裡,油門在哪裡 然後教練就叫我上車 那我就上車了 然後教練就很基本地講解機車的概念 然後他就叫我開始駕駛 他就示範一下怎樣領油門,然後開始駕駛 那我就試一下 誰知道一試一領,車飛得很快 教練就叫我領得太大力,他太有經驗就知道車衝了出去 他就立刻幫我按停那個壁,再講解給我聽 然後他就發覺我原來真的不懂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有人完全不懂的 教練就唯有車按一邊,去慢慢講解一下給我聽 究竟機車的結構和控制是怎樣的 這次我第二次坐人機車的車尾 其實我也挺有趣的,坐車尾 那教練車我和梁亭道講解完就叫我再起步 那我就再起步了 那發覺一起步都是起不到的 那車都是太快和平衡不到的 那所以教練就把這輛車開了一個輪子 然後叫我領油門 要領到油門那個輪剛剛好動 而不可以太快,用這個速度起步才行的 那你見到我們三個學員呢,駕駛的車都很慢 那為什麼呢?因為考試裏面有一關呢 是要你用一個很慢的車速,走一條150米的路 那你要在超過7秒以上才要合格的 那這一關呢,是大部分人都fail的 那是網上很多教學就專門教你怎樣過這一關 那但是呢,好奇怪喔,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一開始呢,我就能夠用7秒以上呢去行這150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踩單車多 所以我就可以過到這一關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太難 那但是原來上網看呢 是很多人都覺得這一關呢,反而是最難的 我自己就覺得其他關卡是難很多的 那啊,頭兩個彎都很順利的 那但是呢,轉到第三個彎之後呢 我開始呢,緊張平衡不了了 那我就撞到雪糕桶裡 那都嚇了教練一跳 那呢,他就說,為什麼不行停車啊? 駕駛得那麼快的嘛 其實我是突然之間呢,轉彎的時候 不小心擰了油門大力了一下 那其實我已經立刻停車了 但是還是撞到雪糕桶 那隻狗都走過來關心什麼事 一路走過來看看 咦,為什麼有人撞到雪糕桶呢? 那樣,所以其實呢 對我來說呢,走直線不難了 反而呢,轉彎才難了 那所以教練發覺有這個問題之後呢 就叫我雙腳落地 用隻腳呢,去行 試一下感覺的轉彎的感覺 就不要雙腳呢,放在車上面 那叫我一路一路 用雙腳落地 用隻腳走一輛車 那樣去練習去適應轉彎的感覺 那適應好之後呢 先開始呢,雙腳離地 那去炸這個S型轉彎 那它考場裡面呢,那些路是很窄很小 很多時候呢,它都有一個一起步呢 就要轉彎的技巧 那但是我發覺呢,我原來 不掌握一起步就轉彎的技巧 那車速又要慢呢 你要轉個很急的90度的彎 那我發覺我完全掌握不到 我是每一個彎 我的腳都是要落地站在那裡 那上完第二課之後呢 我是十分之沮喪的 我是覺得呢,我是沒有辦法符合到 那個考試條件 我是沒有可能厚格的 那我其實是打定輸數呢 我是要上多十課 我才可以再考的 那其實呢,整個第二課 和第三課的過程呢 我都是覺得很灰心的 哇,原來駕機車這麼難的 原來駕十個小時去考試 對一個沒有學過機車的人來講 十個小時都真的可能不夠 那所以呢,都有點沮喪 有些覺得很挫敗的感覺 那你看到畫面呢 就是,其實我是連怎樣拍機車 我都是不懂的 我是不懂怎樣停了引擎之後 把機車拍在一個合適的位置 因為很多時候呢 台灣其實都是停在街邊的嘛 那這個技巧都一定要學會 怎樣去停機車拍好機車 那伊伊就很耐心地教我 怎樣可以拍適的機車拍好位置 那待會呢,你拍在街邊的時候 就不會阻到人家 或者浪費了很多機車的位置了